刚才那个就是 我们称之后叫 Facial Tracking 他有个问题就是说 他在星白 六四位已经不支援了 你看到他呈现的是一个 类似 这节点已经不支援了 那这东西FreeFrame 他其实是一个比较早期的 在做互动的东西的节点 然后他有资源包括了 比如说像这种的影像辨识的东西 脸部辨识的东西 或者是他可以接 比如说眼球追踪的东西 但那都是很早期的 也就是说这些东西他并没有 后来并没有 设备也没有再更新的 然后后来这些library 也没有再进行的 就是进行重新的 重新的 那个新的 新的程式 所以导致他现在大多数人都在求其他的解法 那CCP就是一个解法 比如说我现在这样子 我刚才的CCP是这样子 是一个物件 再看一下 我先抓到我现在原版的东西 那CCP可以做什么呢 就是说 看一下左右颠倒 左右颠倒 上下还好 他除了你现在有没有看到你的Track 你在这边其实是Finger 他是追踪你的手指 那其实他可以做另外一个模式 说他可以针对像这样的图像 你看他这样的图像 这个是在早期很常用的 就是做那个就是图像追踪的 然后可以把这模式切成 就是FacialTrack的模式 你看到 除了其他的 其他的东西都会被视作 是 就是类似像是格状的物体 但是只有这张的图是正确的 所以呢我们要把 这个模式也同步的接给 这个FacialTrack 我们不要追踪图像 他在 他可以去抓到就是说 他的旋转位移 旋转位移 还有他的 S轴跟Y轴 所以这东西 这东西做好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把他叫进来 我们既然 他现在其实是有那个码 他要抓他的ID S轴Y轴 然后跟他的旋转位移 所以呢 那能怎么做呢 我就透过这方式把他叫进来 就是 叫做 TUIO TUIO 应该是这个吧 几标 看一下是不是 有抓到但是没有 这边测 所以 不是这个 不是这个物件 所以应该是 TUIO TUIO 的 Object 看一下 可能要看他 Help TUIO 这个 这个TYO 这个是侦测那个手指的 然后呢 这个我看一下是不是这个 没有 所以不是这个 有些时候 就必须要这样试 看一下 有 有了 好 所以我现在有个物件了 我现在 TYO的 Object 这东西就是 去抓 他的 你看到 来 来 看一下 S轴跟Y轴 S轴跟Y轴 所以他会在这边出现 这边出现 他的相对应的图像 然后他输出了 S轴跟Y轴的一个 一个点 跟他的ID 这个图其实是有ID的 他可以去抓不同的ID 也就是说 你今天如果有很多张 类似的图 他可以 比如说你要投一个东西在上面 比如说A物件投的是一个圆圈 B物件投的是一个 三角形 或是C物件投的是一个影片 什么之类的 你可以去指定他 那他怎么怎么去运作呢 怎么去运作呢 他在 他跟互动作的原理很像 这边被诊息这样 他有类似这样的物件 或者是说 看一下 网站 之前都是网 影片或网站 你看到他 这边可能会放一个物件在上面 注意喔注意 他其实这东西底下就是 那个图片 底下的那个图片 所以底下 跟我们之前那个原理很像 底下有摄影机去抓那个图片 所以他可以知道说 我现在这个位置 我的周围要放什么影片 放什么图片 这是 这在互动作原理上很常使用 也就是说 你现在 你在画面上看到这个 我该说什么 有点像阿米巴猿虫的图像 阿米巴猿虫的图像 他不会真的被 真的被看到 他是用物件的方式去呈现 就是说他是被 在那层 那层被侦测 所以他是 被朝下的 在互动桌 然后呢 由 底下的互动桌 去 用camera去侦测他 所以那个互动桌 可能应该是半透明的 然后因为他其实是 他非常的 你可以看到他非常的有那个就是黑白分明 所以他其实是可以 透过那个边缘的剪影去辨识出 我现在的ID 我现在的ID跟我现在的就是 物件的东西 好 所以我就可以把这东西 原则上是这样子 我刚有试过一下 但我不知道 我觉得有一点 他可能有问题 所以我等一下还会再开 32位原则再出来尝试一下 把这边 这里串 扣一下 扣过来 关掉他 然后看一下 省下 然后我把这id id丢给这个 id丢给id d 然后呢 s轴跟y轴呢 他给什么 他现在这边出来的是一个 sy复合的选项 所以呢 我用一个叫做vector 2d 把它分开来 变成 s跟y 分别借给他们 然后呢 这个就是这个 就是旋转嘛 所以旋转就把 这个角度的 借他 原则 如果是这样的话 应该就会有作用 好 那我们看一下 我看到 应该会有作用 然后他的互动座 的标准的 做法是这样 现在看到 其实他其实不是 非常的那个 我可以说他可能还是要调整一下 他最好是对到他这样子 因为现在有点 有点 反差提高应该有 有帮助 因为有时候会闪一下闪一下闪一下 其实CCP的 这个做法 你可以稍微就是可能调整一下outline 或者是什么的 不好意思 对 他现在会闪烁的原因是因为他可能那个设置 设置上面很理想 比如说 环境的设置上面很理想 所以他就会闪烁 那你可以稍微调整一下 比如说 就是比如说他的 就是 高反差的范围 让他的那个环境会比较理想 这样就会比较固定 固定好之后 其实 这样我就可以去移动他 移动他 好 所以他这个是一个 这个这个是原本他是 32位元的 我刚才 现场把改成 就是for64位元 有点 有点hard call 也不是啦 就是说要找一段时间 这样子 所以我才刚才 找一段时间在找这个东西 好 然后 然后 然后他 原则上就是他看到 应该是 应该把 不好意思 这样子 然后应该把 吸吸力的东西丢出来 OK 这样下 好 这样 所以可以看到 我现在是 有一个互动桌面 然后呢 在 在实际上呈现的时候 他应该是 他应该是 手不会去遮入他 这很对 然后可以这样 移到的时候呢 他会出现比如说 他其实是个地图的 一个选单 之前那个 另外一组同学 是用地图 去做他们期末 移过去之后 移过去之后呢 他会 他抓到点 他抓到点 就是如果 他抓到点 然后呢 他就会知道说 我现在要指定的是什么 那 这些点呢 其实他可以再客制化 比如说 因为他其实是 一堆splay的 去产生的 所以呢 你可以在这边 这个点上 增加 比如说 我今天可以增加 第2个点 第 4个点 随便打 还是台北 然后呢 这点呢 这个也可以增加 他其实是一堆 就我们之前说的 他其实是一堆splay的 有 s轴 跟y轴 所以呢 乘以4 是 那他会在 你按住右键 他其实可以移动 我现在 他是应该是从这地方长出来的 所以看一下 那 应该出现 环境不是很理想 刚才柏林跟 柏林跟台北那个东西调换过来了 应该这个是台北 应该这个 好对好 所以原理上你 这张图啊 这张图 你最好做大一点 然后 手指在移动的时候 不要遮住他 那 这样的话 就是尽量不会 会就是产生就是一些偏移或什么 或者说你应该用互动做的方式就是 让他 平贴着 平贴着那个一个界面 然后底下 底下会有一个摄影机往往下 去照去侦测他这样子 那 这是另外一种方式 所以 这边的东西啊 这边东西看到 这边东西有 你可以自己 设定说我这 点要放在哪里 然后呢 出现什么 什么资讯 这是出现的资讯 然后这是点要放的位置 然后他底下有一个 底下有一个东西 也是Spray的 底下的东西是Spray的 然后 这Spray的呢 可以 他可以变一个Spray的 所以 这边有开关 开关的选项 去用他 这样这边可以做侦测 我这个是非常的紧急的版本 那我刚才做好之后呢 我要把 原本上30多元是涨什么样子 给各位看 这是用CC CCP就是串的方式 当然这串的方式 也可以很稳定 只是说我现在的环境 不是那么稳定 所以我就 没办法就是 就是说 直接在这边很好的展示 给大家看 我现在先把它关掉 在V4 我们之前说过嘛 他有30位元版跟64位元版 30跟64 所以呢你要怎么在 不同版本里面做切换 如果今天这个东西 是for30位元版的话 那就在这边 V4里面 然后选择 安装 安装之后 这边有一个 反安装 他这边就全无取消 取消之后呢 照同样的方式 同样的方式 装好32元 32元版 一样 就是你必须要装这堆东西 32元 用好之后呢 OK 一样的模式 我们今天来开一下 原本的patch 应该就正常了 这边是一个 其实原本的话就是蛮顺的 那我先 我先把 抱歉 好 好所以 你等一下呢 可以用32元版 然后呢 我们把右键点开 我先把这个 这其实是个影片 这是一个影片 他其实 接一个影片过来 然后他把这影片的 最资讯 丢给他 我现在要丢 CAMERA 但CAMERA发现 他有点问题 所以呢 他其实 就是video video这节点 那我决定就是新创一个 就是video video in video in Dshow 9 OK 然后 把这节点丢给他 希望他不要弄掉 希望他不要弄掉 其实30元版有他的好处 但是有他坏处 就是他有些时候 我觉得不是很稳定 你可以在这边设定说 不要那么 看到 其实还蛮稳 不会散 其实就是 就是因为他现在的V4的这个Page 你应该现在是对他的 这张地图的正常的位置 这样来对 可能是这样子 但我当然现在我现在的CAMERA可能是左右点倒 所以 你可能在CAMERA这边设定上要 比如说 镜像 镜像正常 镜像 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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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其实没有 左右边 没有左右边 左右边可能要再调整 因为这个可能 还要再 透过软体 陈时去校正 但他实际上就是 就是这样子 然后你去移动它的时候 移动它的时候 位置啊 位置 因为现在 我当然是CAMERA 对了位置 但是不是 就是最后的位置 所以移动它的时候 就会有一个 就是TRACKING的地方 然后你去动它 然后动它 边动 然后就会有CAMERA 就是物件这样子 那 你们看到 有一个 HIT 没有 就是说 当你 上面是三个SPRATE的 所以呢 当你 到一个SPRATE的时候呢 它会去选择说 诶 这集中有一个 一个东西打开了 这样子 好 所以呢 既然可以这样的话 我们就可以去指定说 比如说 GETSPRATE GETSPRATE 或者是GETSLINE 应该是GETSLINE 应该是GETSLINE 因为我们只是要 知道说 这个SPRATE 其中一个 你就选用GETSLINE 那我比如说 我要知道说 第一个东西 第一个东西是柏林 第一个东西是柏林 所以 如果我移到柏林的位置上面的话呢 它就会打开 比如说 它会有一个 数字或什么东西打开 这样子 这个是 司徒加特 这是 杜赛道夫 1柏林 好 你们看到 刚才一到柏林的时候 它其实底下 这个1的地方都打开了 也就是说 它可以针对 这是既然 这是SPRATE的话 它可以针对不同的物件 去做 所以我就可以做 比如说三个 分别对应的 这个是 0 记住 SPRATE一开始都是0开始 0 1 2 所以总共有三个选项 这样子 诶 不好意思 总共有三个选项 0 1 2 你注意看一下 那个三个数字 挡住的时候 它其实会有 空集合 所以要尽量避免 还有这个 有没有看到 0 1 2 它其实跟随它变 所以可以在这边做一些判断 是比如说 我可以 当我点到这边的时候 它其实可以帮我播影片 这样子 因为它既然是1 它可以弄出一个1的宣号 代表说它可以 开启PRAYER 或者是一些东西这样子 所以这个是 这是一种在互动桌 互动桌上面的实际使用方式 然后 因为 它的 我 我问一下大家 你们会想要试这个吗 对 因为 好 那我 那请你们就是等一下先去安装 就是 三十二位元的版本 然后 然后 就是 把六十二位元 就是 先反安装 然后 用原本的patch 它是五之一 五之一 先安装好之后 我们做完这个 我们可以继续到 一part是那个 就是脸部辨识的这part 它也是属于就是 就是 那个 旧版的三十二位元的程式 这样子 ok 好 那先切给各位 对 所以地图的部分要自己may 可是如果在桌子上 对 有光桌的话 有光桌的话 你就是必须要自己may 那个位置 对对对 应该是说 你要去定位说 你要定位说你的 你要去 你要去测试 你的webcam 可不可以打满整个光桌 就是说它可不可以照到整个光桌的范围 对它影像的边界要设定好 那这样他才不会说 其实 其实我在 边缘的地方 我就没有办法侦测 对是这样子 因为我们 我们刚才在做的时候 其实就是 离太近 所以我只会抓到中间的部分 我只能用中间的部分 对 那个我已经把 32元程式上传上去的 你等一下可以 打开来安装一下